哈喽大家好 我是尼克甘心K哥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在1999年 大乌艾克来到了非洲的南非 在精神介绍以后 拜访了当地非常有名的一位先知 科瑞多穆透 科瑞多被当地的祖鲁族尊称为萨路西 这个萨路西翻译过来 就是部落知识的接管人和传递者 这是一位通过代代相传 将古代非洲历史完好传承下来的人 目前非洲只有两位萨路西仅存 科瑞多就是其中之一 这就意味着非洲大陆真实的历史 随时都有可能消亡 比这更糟的是 有一股强大的势力 正在试图掩盖这些真相 那科瑞多也因此 不断收到他们的威胁和攻击 他们正在重写历史 也一直在想方设法压制真相传播 那大卫艾克和这位非洲先知 科瑞多的采访 整整持续了6个多小时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这个比莱瑟塔大案还要早出现 被誉为地球有史以来 最震撼的访谈录 科瑞多说 这是他被传授的最机密的历史奇才 话说在很久很久以前 那个时候地球的天空还不是蓝色的 整个世界都被薄雾笼罩着 天上的太阳也跟今天看到的完全不一样 从地球看起来 就是一颗会发光的小亮点 那个时候的地球每天都在下雨 陆地上没有沙漠 到处都是茂密的生长不息的参天大树 那时候地球上的人没有男女性别之分 是一种雌雄同体的生物 这样的日子过了很久很久 直到有一天 天空中突然出现了很多巨大的盆撞物 每一个都要比地球上的高山还要大 它们闪着耀眼的金光 冒着黑烟和火焰 巨大的声响打破了地球的宁静 一种高智慧的长相类似蜥蜴的生物 从那些巨大的飞行器里面走得出来 那个时候的人类没有语言 也自然不会说话 但是当时的人们拥有一种超长的精神能力 彼此之间就是通过意念进行交流 但是自从那些爬虫族来了以后 他们就告诉当时的地球人说 他们是神 他们可以赐予地球人很多的礼物 但是作为交换 地球人必须敬拜他们 并且承认他们是造物主 当时地球人没有经得住诱惑 他们就答应了 随后爬虫族在地上创造了两个非常奇怪的山洞 一个洞穴冒着绿光 另一个洞穴冒着红光 然后他们就将雌雄同体的地球人赶到了洞穴前面 告诉他们说 这两个洞穴 你们每个人必须选择进入其中的一个 人们就纷纷照做了 从绿色洞穴走出来的就变成了女人 而从红色洞穴走出来的就变成了男人 然后爬虫族就告诉这些男人女人们 说你们现在已经变得非常完美了 但是从今天开始 你们要为我们服务 我们会让你们也变成和我们一样的神 人们再次接受了这个礼物 作为代价 人们要去侍奉这些爬虫族 而所谓成为神的承诺 竟然是语言的交流 从此以后 人们开始通过嘴巴和舌头的发音 以此来进行交流 而之前通过心灵交流的方式 却被一步一步的遗弃了 直到彻底的失去了这项技能 当人们走出去 接触到更多同类的时候 才发现 爬虫族给人们传授的语言 竟然不尽相同 而正是因为语言上的不同 在沟通交流的过程中 人们经常出现误解 争斗 甚至是战争 人与人之间也因此慢慢产生了隔阂 这个就和旧约圣经 巴别塔的故事是相对应的 没有办法 此时的人们已经接二连三的 接受了神的礼物 成为了奇塔呼锐 也就是爬虫族的仆人 人们被强迫到洞穴中 去挖掘黄金 铜铁 等各种各样的金属矿 这点就非常有意思了 看来全世界竟然都记载了同一个神话 连非洲也不例外 这是巧合吗 更巧的是苏美尔石板 记载的第一批人类的试验品 就是出现在非洲大陆 后来的人们都是通过基因改良的 这个也和目前科学界主流的非洲起源说 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最初的人类最终沦为了挖矿的苦力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后来在这些爬虫族中 出现了一位非常仁慈的雌性蜥蜴人 名字太长了 我们就简称他叫麦吧 那他是爬虫族首领的妻子 他在了解情况以后 十分同情人类的现状 他问这些可怜的人们 你们快乐吗 人们说 娘娘 我们每天在洞穴中挖掘 为神搬运石块 但是我们一点也不快乐 于是麦神就给了人类第三份礼物 他教会了人类如何为爱故障 因为最初的人类不是雌雄同体的吗 那初分性别的人类 不仅对于心的身体倍感陌生 而且还羞涩无比 所以当时的人类还不会研究生 在学会了以后 人类不快乐的情绪得到了一些缓解 据非洲先知所说 跟着爬虫族一起来的 还有一种灰色人 他们也是侍奉爬虫族的仆人 他们是神的行动先驱 很多基础的工作都是由这些灰人来执行的 就例如近些年发生的绑架人类事件和屠牛事件等等 都是这些灰人做的 这些爬虫族还有灰人 他们都是来自猎户族 最初的人类 也就是那个雌雄同体的生物 是被创造出来的 而创造这些人类的始祖 也是来自猎户族 非洲先知称那位创造人类的始祖 叫做马西岩 而且就连那个雌雄同体的生物 也不是最初的人类 最初被创造出来的人类 在长相和智力方面 都没有得到马西岩的认可 随后都被一一消灭掉 一次次的实验过后 最终留下来的那个雌雄同体的生物 成了马西岩最满意的作品 非洲先知口中的马西岩 很有可能就是旧约圣经创世纪里 最初造人的神 那个神是来自猎户座的人族外星 他以自己的样子为原型 造出了第一批的人类 而这被造出来的第一批人类 很可能是没有性别之分的 极有可能就是这位非洲先知口中 所说的雌雄同体的生物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旧约圣经创世纪里 人的性别之分是怎么来的呢 是用亚当的肋骨造出了夏娃 也就是说呀 是凭空的从这个雌雄同体的生物中 直接分裂成了男人和女 那这个过程啊 很可能就是非洲先知口中说的 那两个会发光的山洞 而爬虫族给人类的第三件礼物呢 很可能就是旧约圣经里 蛇诱骗亚当和夏娃吃下的智慧之骨 为什么说是诱骗呢 因为我们可以从非洲先知的口中 明显感觉到 那个所谓的礼物更像是一场诱骗 而那个蛇呢 很可能就是同样来自猎户座的爬虫 从外形上来说呢 也是非常吻合的 那等最初造人的神回到地球的时候呢 他发现地球上的这些人呢 已经不再是他当初造的人了 所以你知道最初造人的神 为什么会把人类赶出伊甸园了吧 你再往下想一步 人类呢 被最初创造的神抛弃以后 作为礼物交换的条件 认了爬虫族为神 那在旧约圣经里 他们虽然都被人类以神来称呼 但是此神非彼神 如果这就是真相的话 你在重读旧约圣经的时候 有没有读出什么新的内容呢 那这位非洲先知科瑞多呢 还聊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历史 他说爬虫族呢 并不都是坏的 其中有一些非常特别 他们很善良 例如非洲先人们口中所说的 窝蛙还有盘骨 据科瑞多说呢 盘骨是窝蛙的哥哥 他们呢就是其中少数善良的爬虫族 这个窝蛙和盘骨啊 都是他们非洲的先人们 通过发音传承下来的 那这个发音别人听不懂也就算了 作为中国人一听就懂 这不就是我们神话系统的盘骨和女娃吗 除了女娃和窝蛙之间有些许的不同 但我估计这个不同 也是因为非洲兄弟那个舌头 他发不出女这个音 就窝蛙窝蛙的叫 其实应该都是同一伙生 根据非洲先知的记载 人们在被分成男人和女人的初始阶段 发生过一次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大混战 那当时的战争非常的惨烈 惨烈到什么程度呢 据说男人和女人啊 几乎都快被打灭肿了 那就在这个时候呢 神派了一条巨龙来到了地球 这条巨龙来了以后呢 它漂浮在天空之中 瞬间呢 将一批男人和女人们吞到了自己的肚子里 把他们呢带离了地球 送到了另一颗星球上 这是一颗充满水的美丽星球 这颗星呢在大选座 非洲先知们啊 称这颗星球叫做阴觉不补 也就是你们白人口中今天说的天狼星 它在我们族鲁族中呢是愤怒之星的意思 那仅存的男人和女人们啊 被安置在了天狼星 开始吃海里的一种生物 他们以为呢是鱼 但实际上那种鱼 是另一种人类形式的存在 人鱼 来到地球的爬虫族呢 是生活在陆地上的 而这种生活在水中的人鱼啊 你可以把它们看成是另一种 生活在水中的爬虫族 男人和女人们啊 来到天狼星以后呢 开始大量的捕杀人鱼 这种行为啊 遭到了人鱼的强烈反抗 他们开始使用飓风和海啸 对人类进行反击 这场战争呢 又几乎将人类推到了灭种的地步 就在这时 两位善良的爬虫族 盘古和窝窝 看到人类的现状 心生怜悯 于是呢 他们在天空中找到了一颗巨蛋 然后将这颗蛋打了个洞 把里面呢 给掏空了 然后呢 他们就用这颗巨蛋 载着那些幸存的人类 从天狼星一路呢 又飞回到了地球 而这颗巨蛋呢 从此就被留在了地球的上空 守护着地球和人类 没错 它就是我们今天月球的前身 还记得魔界里啊 有这样一段话 当历史变成了传奇 传奇变成了神话 应该被记住的 却被人们遗忘了 好 今天这期我们先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下期再见 拜拜